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大新闻,我是主播徐端一 新北市政府为了提供民众多元资讯取得管理 已经完成将所有各局处的电子地图全面整合为新北市IMAP电子地图网 并且加入常用的民生资讯 以提供民众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服务 让地图与生活息息相关 政府部门过去对于地图运用大多仅限于各项公务需求图资套叠 且各部门也未整合纳入 目前市府研考会所属的资讯中心 目前已经完成将所属各局处的电子地图 全面整合为新北市IMAP电子地图网 里头除了有新北旅游景点以外 工匠机关、学区查询以及地级、地价等通通都有 新北市政府整合了民众所需要的资讯 比如说育文育乐、政府机构 或者是可能各位很关心的教育、交通 甚至是一些生活购物 然后社福甚至医疗的部分 我们都有整合进来 另外为了因应现今行动载具普遍化热潮 同时提供行动版IMAP透过市地性服务 让民众可以利用随身行动载具 及时查询所需的资料 并配合提供贴心小服务 如为查询政府机构后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不必再另外查询跟博号 让地图服务更便利 那现在民众很关心自己小孩子所就读的学区 或者所可能会就读的学校 那我们在这边也有整合所属学区 您可以在点选之后 就可以看到小孩子可能会读的 国小、国中、甚至是高中的讯息 我们也都整合起来 那另外询问度也非常高的 是有关于地价资讯 如果说您想要知道您所租的房子 想租的房子或者房子买卖的一些地价 公告地价或公告限值 我们在这边也有整合相关的资讯 那方便您可以在一目了然的知道说 您所处的位置的一个地价的一个状况 为了持续提供市民更多元的地图运用 研考会预定年底前将陆续推出地级查询服务 只要以地级地段或地号等关键字 就可以查询各项地震资讯 再搭配地级图 就可以观看所查地号范围 以及附近的名称资讯 介绍方文强市府长报道